你还制造不顿 制造冲突 而且你们这种做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没有法律依据 你要有法律依据 比如说咱们北京市政府 根据疫情 说了北京市静默 我们可以配合 你不能光我给药书一点电话 他只说了一句 我说你我不针对你 我就问 你是不是接到上层的意思 说我们要静默 他说没有 他说没有 我就是依据我自己的判断决定要进入 你有权利一个基层的社区工作人员 你有权利去根据自己的判断 限制我们的人的自由化 没有 我再强调一次 要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的决策 那就是20条 那是中央政治局讨论的 任何人都可以随意 习近平说了 要依法行政 这就是我的渡小 嗯 这就是我的渡小